大家好,今天是2020年11月7号了,周六,美国现在也是凌晨,所以周五结束,美国总统花落谁家下一任,还是没最终确定下来。 当然说悬念已经不多了,尽管说一些比较谨慎的媒体还是把拜登的选票定在253票,没有把亚利桑那州的11票划给拜登。 但是呢,从目前情况来看,还没有开票的这六个州,北卡,乔治亚,宾夕法尼亚,阿拉斯加,内华达,还有亚利桑那,这六个州的选票,计票情况来看呢,形势明显是有利于拜登。 应该说啊,99%的这个可能性,拜登啊,将胜选,是迟早的事。 当然现在呢,悬念还在于说,看特朗普怎么样反扑,能不能绝地这个反击,是吧,绝境求生,闲鱼翻身。 啊,不要低估特朗普反扑的这个决心,啊,还有他的能力,就像他儿子前两天放话讲的,是吧,fight until death,啊,为了美国人民,为了支持我的选民,啊,我的父亲一定会战斗到死。 啊,我听完了这个起一身鸡皮疙瘩,啊,我说这是要干什么呀,对吧,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总统的儿子,啊,应该讲的话嘛,对吧,听起来这个声音是,里面是傻气腾腾啊,对吧,有一个鱼死网破,啊,宁可这个,啊,欲碎不可瓦全的, 这么一股劲头,是吧,是吧,誓死抗争到底,可是你为了什么呀,啊,为了一己之私,当然口头上是讲,啊,为了我的选民,为了美国的民主,啊,我父亲的这个选举,啊,不能被别人给窃取了,啊,听起来这些词子这么熟悉啊,对吧,窃取了民主的果实, 共和的果实,这有点像袁世凯当年,是吧,啊,跑题了,我们中国人看很多事啊,就容易带回到中国的这个历史预警当中去,啊,这个没有办法,啊,我今天想说一说呢,就是说后事怎么看,啊,既然说选情已经逐渐清晰了,啊, 啊,我相信大多数,啊,理性客观的美国的民众,啊,包括选民,也已经逐渐的,啊,看清了这个局势,看清了形势,知道呢,这个特朗普啊,大势已去,啊,现在是大局已定, 或者用中国的话说,就是大卫已定,对吧,啊,有点像这个九子夺敌,啊,那种感觉,啊,康熙当年,对不对,一命呜呼,啊,然后呢,就是,就出现了,啊,黄四子,黄八子,黄十四子,啊,争夺大卫,对不对,啊,最后不得不请出正大光明殿后,对吧,藏着这个, 这个,遗诏,啊,就是老康熙的遗嘱,啊,传位给,传位于四阿哥,啊,当然这个完全不一样,啊,这个现在美国这个是通过民主投票选举产生的,只不过呢,在某些州,啊,投票非常接近,两个人应该说,势均力敌,啊,甚至在某些州,像这个乔治亚州, 宾夕法尼亚州,亚利桑那州,内华达州,啊,这个,选票,此起彼伏,对吧,特朗普,是高开,最后低走,是股票的术语了,啊,最后呢,因为,这个, Million ballot,啊,这个,邮寄的选票,把部分都是倾向于拜登的,而这些票呢,都是最后寄的,所以呢,才使得拜登啊,后来居上, 对吧,啊,反而呢,超过了,这个,川普,所以川普啊,很不甘心,因为先甜后苦,这个滋味确实是很难受啊, 对吧,我刚开始,我是领跑的,啊,我们,这个,参加过,啊,长跑比赛的,都应该清楚, 你一旦领跑了之后,你这种心态,对吧,就是怕别人抄,一抄呢,你心态崩了, 对不对,所以这个事呢,我觉得非常,我也能理解川普的这个心情,啊, 啊,肯定是不好受,对不对,但是没有办法,民主制度就是愿赌服输嘛,啊,选民,人民投票决定,谁当选,啊,不管你是否这个心情上,能够接受,啊, 当然,这最后特朗普还有一个最后的狠招,是吧,我就说,啊,选举的程序,有问题,啊,有假票,啊,有人舞弊,啊, 是吧,我就要把水搅浑,浑水摸鱼,对吧,最后呢,把局面搞乱,拖延,拖到后来,交不了班,是吧,拖到1月21号, 对吧,新旧总统,新老总统,应该换班,是吧,腾出白宫的时候,我赖着不走,啊,我就说这个选举,对吧,有问题,要重新选, 或者说重新计票,啊,或者有,有争议,有瑕疵,这次,啊,选举无效,对吧,最好是说由各州推选一个代表,来投票, 因为共和党人掌握的州比较多嘛,啊,啊,这个州长,大部分应该说都是,啊,共和党人,啊, 由州长选定一个民意代表,啊,去华盛顿,去投票,那肯定最后就是特朗普赢,啊,或者说由最高法院介入,啊,说此次选举无效,啊,我们,啊,集体裁决,还是特朗普胜选,对吧, 所以他这种狠招啊,阴招,损招,是吧,还是有的,啊,所以千万不要低估特朗普走下三路,啊,玩下三滥手段的这种决心,啊,还有他的这个什么啊,能力,啊,呃,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看法, 啊,就后世呢,我觉得现在还刚刚开始,啊,特朗普根据他以前的这个性格,啊,绝对不会善罢甘休,啊,一直要,是吧,要奋斗到最后一刻,甚至说有些人他的团队已经放出风来,啊,包括他前任的这个办公厅主任,啊,现在好像给发配到爱尔兰当大使去了,那,这个,啊,名字还不太好, 好,读应该是个意大利,意大利人后裔,啊,什么穆里亚尼什么的,跟那个,那个穆里尼奥不是一码事儿,啊,放出话来了,说,啊,哪怕这次,啊,我们败了,但是啊,我们一定会卷土重来,东山再起,啊,2024年再见,啊,不死心啊,对吧,但是你想想,这个特朗普, 已经74岁了,2024年就78了,78了,他再选,啊,干完了之后就82岁了,啊,但是老头应该说身体还不错,啊,但是,那个, 这个,他因为得过新冠嘛,是吧,这个身体状况能不能还维持到一个最佳的状态,能不能顶得住,包括了这个心态,是吧,这次败选之后, 以他的这个个性,是吧,肯定是,这个,吃不下,做不下了,啊,能不能挺到2024年,啊,当然说,从2022年,就应该开始准备选举了,他开始又到处跑了, 对吧,啊,这个选举也挺累的,搞一场选举下来,应该正常人也觉得元气大伤,啊,更何况,他一个76岁的老人,所以呢,但是这个,我们就, 是吧,不给他操心了,啊,那是后话,我们目前还是说现在的这个选举,到现在,是吧,到周六了,周末了,啊,我不知道计票在美国是不是还继续进行啊,还是说他们也过周末啊,不知道,反正内华达州呢,宣布,啊,他那个周青吧,出来讲了,啊,说我们这个开票啊, 估计要延迟到11号,12号,那,因为这个资源有限,啊,包括场地啊,啊,包括人员啊,啊,设备啊,他列举了一系列条件,但是据,啊,这个内部人讲,啊,熟悉情况的人讲, 这内华达州作为一个小州呢,啊,不愿意得罪共和党的大佬,不愿意得罪共和党的选民,是吧,如果,因为现在,实际上,亚利桑那州情况已经比较明显了,这11票就是归了拜登了,啊,他已经264票了, 如果再拿下内华达州这6票,他已经拿到了胜选的这个key,啊,拿到了胜选的这个钥匙,啊,就是这6票, 所以内华达州将一跃而成为,是吧,左右美国这次总统大选的关键,啊,这是不可承受之重,啊,对吧,这个玩政治的我们都知道, 你这是小萝卜头,啊,anderdog,对不对,啊,无名小辈,啊,不愿意扮演这种举足轻重的这种角色,对吧,这个多方这个势力,如果跑到内华达州,对吧,这么一个农业州, 这么完全靠赌博,对吧,靠政府补贴,啊,才能这个生存发展的这么一个州,啊,成为各方政治势力, 共和党和民主党去角逐的,啊,角力的这么一个州的话,它是承受不起的,啊,所以这些人呢, 内华达州这些人也很聪明,啊,说我们啊,干脆等一等,拖一拖,对吧,等其他州,啊,大州, 像乔治亚州啊,像这个宾夕法尼亚州啊,对吧,亚利桑那州啊,他们都还没宣布几票结果了,我们招什么急啊,我们就六票,啊,包括那阿拉斯加三票,也拖在后面, 对吧,你阿拉斯加才多少张选票啊,对不对,好像一百万张,有没有,对吧,啊,也是拖拖拉拉,啊,落在后面,啊,首先应该承认,确实这种小州, 对吧,资源确实是不足,有限,啊,这个没想到,今年投票这么踊跃,人数这么多,超过,对吧,往年百分之十,二十,三十, 这个不等,啊,没有准备那么多人力无力,来寄这个选票,啊,因为这个投入是一次性的,四年搞一次,对吧,很多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,啊,召集起来的,对不对,所以呢,小州,啊,不选边站,啊,很聪明的,哨在后面,啊,等你们大州开完了,啊,胜负已定,我们这无关痛痒的,对吧, 你多个六票,三票,无所谓,哎,没想到,今年选情,啊,特别怪,啊,最后我们把这个内华达给顶到前面了,对吧,因为这个宾夕法尼亚,啊,啊,包括维时康星,啊,这个密质安州,啊,现在要重新计票,啊,选票太接近了,啊,不足差异,不足百分之一,啊,所以特朗普团队已经申请,啊, 啊,这个要重新计票,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,也确实两者,这个票数,啊,如果说相差不到百分之一的话,可以,啊,上诉,啊,可以允许重新计票,啊,所以说,这个特朗普,呢,显然根本不会落空,啊,已经提出申诉了,啊, 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个点,呢,更多的是说,如果,啊,未来的这两三天,啊,就哪怕拖到12号,啊,呃,各州的计票结果,啊,都出来了,包括重新计票,也结束了,啊,证明确实,啊,这个,拜登,啊,毫无争议的,获得了更多州的, 这个胜利,啊,更,已经达到了270票,啊,我估计他可能甚至能干到290票,甚至300票,啊,也未可知,那,特朗普怎么办呢,啊,他会认输吗,因为根据传统的话,是吧,一开票完了之后,首先,败选的一方,应该向,是吧,这个,给胜选的一方,打电话,啊,祝贺, 祝贺你,取得胜利,啊,承认,几方,失败了,啊,要恭喜对方,祝贺对方,表示一个礼貌,啊,也表示有个绅士风度,民主政治嘛,对不对啊,他是讲究契约精神的,愿赌服输,啊,败了,啊,败了也是光荣的,啊,也不可耻,对不对,民主政治就是这样,总有,是吧, 是不是啊,你检讨嘛,你反省嘛,你卷土重来嘛,对吧,你失去了民心嘛,对吧,失去了民意,对吧,西方的民主政治就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,是不是啊,啊,特朗普连这个民主的基本的原则都不愿意遵守,啊,都要去破坏,不遗余力,对不对,啊, 啊,这是美国建政以来,二百四十多年以来,头一位,出了这么一位,啊,昏不吝,那,不遵守,啊,这个破坏,啊,藐视一切既定的法规原则,啊,能赖就赖,那,能拖就拖,那,现在问题来了,啊,如果到了那一天,啊,新老总统交接的那一天,他就是不承认败选,对吧,他就是不承认败选,对吧,他就是不承认败选,对吧, 他就是不离开白宫,怎么办,啊,有人把这个问题啊,就抛给了美国的军方,啊,那前两天呢,毫不含糊,美国的参联会主席,现在这个,这个,这个,马格米利,那,也是毫不含糊,就讲了,说我们军队啊,不会介入这个事情,不会出动军队,是吧,去到白宫去,把,啊,去搞清场, 把特朗普,啊,押解出白宫,啊,请走,很有意思,对吧,这个美国的民主能走到这一步,啊,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啊,包括我,其实也没有想到,对吧,但是没有看笑话的意思,但这确实就是一出,一出闹剧,丑剧,喜剧,同时也是,啊,我觉得西方,或者美国, 美国是民主的,美国特色资本主义民主的,一个悲剧,啊,正在美国大地上上演,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,啊,咱讲, 人类命运共同体,嘛,对吧,啊,我们作为这个共同体的这一员,也替美国群众,啊,感到,啊,感到痛苦,啊,感到不幸,啊,感到担忧啊,啊,所以有的时候我跟网友互动啊,就是讲,我说,可能需要中国人民来拯救美国人民, 啊,很多这个美国人听着不爽,那,尤其在美国居住的很多华人,啊,很多都是川普的铁粉,啊,出来跟我辩论,说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中国人,对吧,他已经,他不自认为是中国人, 估计或者说已经入了美国籍,或者拿了美国绿卡,或者说从意识形态上,是吧,已经站在了美国这个阵营,啊,你美国人自居了,啊,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中国人来拯救,啊,我们美国人了,对吧,轮得上你吗,你,你是老几啊,对不对,你再吃饱饭几天啊,啊,我在这种问题,我就,复之一笑,那,我说, 这,中国人民都拯救不了美国人民,现在,啊,美国的民主,只有上帝,可能,那,从目前状况来看,那,上帝可能显灵了, 睁眼了,啊,不能允许,啊,以特朗普为首的这一批人,再继续胡闹下去,继续破坏,对吧,亵渎美国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个民主制度,啊,所以呢,美国军方代表已经表态了, 啊,不会介入,而另外一位这个军方的大佬,五角大楼的主人,啊,领导,国防部部长,埃斯普尔,啊,又传出来,啊,与特朗普不睦,很不和谐,不听话,啊,多次呢, 啊,违抗特朗普的这个心意,啊,没有出兵镇压,这个街头的这个叛乱,啊,也多次啊,拒绝表态,支持这个特朗普,啊,大选的一些主张,啊, 啊,让特朗普啊,觉得很不爽,啊,这个暗示啊,可能是要,如果他胜选的话,啊,要炒掉这个不听话的国防部长, 啊,虽然说任命了也没多长时间,啊,好像也不到一年多吧,啊,也是岌岌可危,啊,甚至传出来说已经要求他写辞职报告,啊,准备炒了他,啊,甚至啊,这个家伙自己见识不妙,啊,自己正在起草这个辞长,准备随时啊,递交走人,也就是跟特朗普啊,进行切割, 所以军方现在,啊,是有意跟这个特朗普啊,保持社交距离,啊,这是病毒啊,这个大号,毒瘤啊,啊,大号病毒,离他远点吧,别把,别让他把我们都拖下水, 所以现在为止呢,出面挺川普的共和党人,啊,包括军方的,啊,包括其他的这个政治团体,非常有限,那基本上就是他自己的那个核心的那个老班底,啊, 啊,什么老朱迪,朱连埃尼,那个过气的,啊,前纽约市市长,对吧,啊,还有他自己的儿子,也就是这几个,当然了,还有这个Lindsey Graham,啊,在坐满了这个南卡的个参议员,啊,席位之后,啊,开始表态了, 啊,当然说貌似中立,貌似客观,啊,说我们要保证,啊,这个选举计票程序是合法的,啊,是透明的,等等等等, 当然大家也都非常清楚,啊,话里话外就透着,他还是支持川普,啊,反击,绝地反扑,啊,要把水搅混, 包括这个Mitch McConnell,那也是貌似不偏不倚,啊,不冷不热的,讲了几句貌似公允的话,要尊重法律程序,是吧,尊重相关的这个,啊,流程,要尊重民意,等等等等,啊, 啊,但是呢,没有一个人明确表态强烈支持川普,啊,这种做法,尤其他的那个,啊,单方面虚假的宣布,自己就胜选了,啊,把这个,在直播的几个媒体,啊,吓坏了,赶紧掐断,这个,现场直播,啊,因为是谎话连篇,啊,将近半个小时, 唱独角戏搞发,搞新闻发布会,但是现场,我看到场记者也没有几个,啊,但是这,就这几个人,现场直播的,也赶紧就给他停了,包括推特,啊,也都给他注明了,说他这个,讲的这句话有待合适,啊,与实际情况可能不符,等等等等,啊,所以现在,啊,我觉得这个特朗普,啊,已经变成了一个过街老鼠,就支持他的那帮人,包括他现在这个铁粉, 啊,群情激昂,啊,我估计,再过最多一个星期,啊,也就做鸟兽散,是吧,鸟兽散,是吧,鸟兽散,是吧,这个,啊,现在是众人锤的这个,呃,情况啊,很快就会来到,那,当然不死心呢,还有这个,海外,啊,铁杆的这些反华, 反共的这一批华人群体,啊,如丧考评,是吧,啊,这个,如临大敌,怎么讲呢,他们比川普还不死心,好不容易盼星星,盼月亮,苦熬着,这么多年,盼,盼来这么一位, 对吧,能对,啊,中共,能对中国打打出手,对吧,痛下狠手,不惜一切代价,对吧,拼个你死我活,啊,哪怕杀敌一千,自损八百,这个买卖我也得干,干到底,重用了一批什么什么像班农啊,什么这个,来不息泽啊, 是吧,罗斯啊,蓬佩奥啊,啊,这一批死硬派,包括波尔顿,啊,之前的,对吧,啊,他们是欢天喜地啊,盼星星,盼月亮,终于盼来了一个,是吧,伟大领袖, 特朗普,就没想到呢,中道崩俗,啊,干了这四年,应该说从,第三年,第二年,后半期,啊,2018年,才正式跟中国开打,啊,全撕了,甚至说从2020年,对吧,新冠疫情以后,从二月份,三月份,啊,才开始跟中国彻底撕破脸皮, 对吧,连这个贸易协定,呃,也打算不要了,啊,因为新冠疫情的这个问题,啊,嫁祸中国,啊,开始这个打台湾牌,啊,连续往台湾,卖武器,派这个军用侦察机,对吧,抵近中国侦察,啊,派这个太平洋舰队,啊,几艘航母战斗群,啊,轮番到中国的南海,东海,台湾海峡,寻寻滋事, 啊,这个反华浪潮应该达到历史的顶点,啊,自苏联解体之后,应该说,啊,就没有这么频繁过,啊,就没有这么,这个这个形势啊,这么紧张过, 但是现在一切家人而止,啊,所以这个特朗普啊,败选,这一切的这个努力啊,将复之东流,啊,这个关于拜登上台之后,怎么样收拾残局,啊,怎么样,这个收拾这个烂摊子,啊,等过两天啊,选情明确了之后, 我再给大家做一个,啊,具体的详细的一个分析,啊,欢迎大家到时候收看,好,今天啊,就跟大家聊到这里,感谢大家收看,那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